北京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在官方微博表示 經審查查明 氣中星在上個月20日攜帶自製爆炸裝置 由居住駕山東省搭長途巴士到北京 並在當晚6點多 在首都機場3號航站旅客出口署引爆 造成一名民警輕傷 氣中星本人重傷當場被公安拘捕 檢察院決定以涉嫌爆炸罪 對33歲的疑犯氣中星提出公訴 氣中星早前在盤問期間已經認罪 檢察院同時引述刑法 只危害公共安全但未造成嚴重效果 可以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